早年借着大卫王的称号在互联网展露头角 走红后靠直播带货成为网红一姐 因感情问题选择出家修行 猫妹妹这一路的经历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今天就来复盘一下网红猫妹妹的走红之路 猫妹妹原名毛月年 是新巴门下艺人 是全网坐拥千万粉丝的大网红 其实早期的猫妹妹是做大卫王起家的 猫妹妹走上这条道路也是一个偶然 有一次她碰到了一个西餐厅举行了挑战活动 活动中你如果能够成功吃下五金牛排就能够免单 起初猫妹妹也是抱着适时的态度参加了 最终的结果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这个看上去瘦瘦小小的姑娘 居然将这些牛排给全部吃完了 这次也让她发现了自己的天赋 加上当时网络上有很多做吃播走红的先例 猫妹妹也正式开始了大卫王的道路 成为吃播以后因为她长得漂亮 所以关注的人也很多 两年时间粉丝也长得飞快 没有她不敢吃的 没有她吃不下去的食物 吃到最后也是完美的践行光盘行动 在网友了解她之后 才发现这个女孩的人生堪称坎坷 她在直播中透露 从13岁的时候就开始出来工作 一直供养着整个家庭 其中就包括家里的房贷 弟弟结婚的彩礼 不少网友也都非常同情这个女孩 好在靠着吃播和高颜值猫妹妹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但猫妹妹还不算出名 毕竟网上人才积极 像猫妹妹这样的大卫王数不胜数 不过在遇到网红李明琳后 事情迎来了转机 猫妹妹遇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李明琳是一名说唱大网红 本人也颇有才华 她改编的很多歌曲传唱度都很高 除此之外 李明琳的弟弟李红毅也是网红 两人合作之后 李明琳帮助猫妹妹策划营销 带她参与各类活动等等 成功帮猫妹妹打响了知名度 而辛巴则是猫妹妹成名路上的第二个贵人 辛巴凭借带货直播崛起后 猫妹妹顺势签约成了辛巴旗下的艺人 与李明琳分手了 但要说猫妹妹这个名字 真正被全网所熟知 还是通过郑爽直播翻车那件事 当时因为郑爽在直播间的态度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当时全网矛头指向郑爽 认为她乱发脾气不敬业 而坐在郑爽一旁的猫妹妹 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关注 事件发酵后 猫妹妹立马开直播和辛巴连线 并爆料自己被郑爽团队邀约 没有收一分钱 此话一出 立马又将郑爽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网友们纷纷心疼猫妹妹 但随着辛巴燕窝事件翻车后 郑爽也成功洗清冤屈 原来是猫妹妹也在直播间卖了燕窝 面对郑爽专业的提问 猫妹妹全程没有一句正面回答 郑爽因此发飙 虽然这件事闹出了不少的风波 但猫妹妹作为当事人之一 即使黑红也红了一把 人气不降反增 成为新选团队的格力干将 虽然猫妹妹已经是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但黑料可一点都不少 靠着吃播和带货吸粉无数 但人红是非多 猫妹妹的黑料可禁不住戏巴 对于她的人品和口碑 网友们却不敢恭位 猫妹妹走红之后 争议也随之而来 最大的争议就是整容 在一次直播中 网友发现猫妹妹的脸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明显发现 她双眼皮变宽 眼睛变大 鼻子变挺 下巴变尖 完全没有了之前甜美乖巧的样子 彻底变成了网红脸 网友这才明白 原来消失的两个月是去整容了 面对网友的质疑 猫妹妹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和网友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除此之外 很多人都表示 猫妹妹在直播的时候 经常谎话连篇 因为说的谎话太多 所有经常圆谎的时候 前言不搭后语 让粉丝们都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很多网友都认为 猫妹妹一点都不真诚 猫妹妹之前 因为涉及虚假宣传 多次被官方封号 2021年3月和4月 猫妹妹直播间两次被封建 其次是被质疑催吐 众所周知 人的未能吃的东西是有限的 很多自称大卫王的吃播 吃的量 其实已经超越了人体的极限 一直以来 大卫王是不是真的大卫王 一直都备受质疑 随着越来越多大卫王 被扒出假吃或者催吐 猫妹妹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质疑 而且网友还发现 猫妹妹时不时离开直播间的行为 就被很多网友质疑 是去厕所催吐 而在感情方面 猫妹妹和很多网红一样 可以称得上是混乱 特别是她和李明琳之间的感情问题 之前猫妹妹和李明琳分手之后 李明琳十分不满 认为猫妹妹就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双方曾多次扯皮 一堆礼不清的陈年旧事 闹得非常难看 不仅如此 更是在直播的时候开始互对 完全撕破脸皮 但李明琳其实还是有基本的素养 基本没有说过猫妹妹什么坏话 但猫妹妹却一直不依不饶 各种诋毁和谩骂层出不穷 这种翻脸不认人的嘴脸 让不少粉丝都觉得可怕 不少网友认为 她就是单纯的没素质 之后猫妹妹和辛巴旗下的艺人 达哨在一起了 但是这段感情 并没有得到粉丝的祝福 因为达哨的知名度 远远不及猫妹妹 不少网友根本不看好这段感情 甚至一直骂达哨是软饭难 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之前的感情 2019年猫妹妹突然消失 不发作品也没有直播 再一次出现 就是公布自己流产的消息 这件事也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这时的猫妹妹和达哨还没有结婚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被高调求婚两个月后 两人的感情就迎来了反转 猫妹妹在直播中提到自己 已经和达哨分手了 原因是达哨生病了 不能和她生孩子 猫妹妹还提到 目前达哨正在治病 两人处于分居状态 直播间的观众也信以为真 没想到当事人达哨 直接连迈直播间 猫妹妹两人啥时候分手了 之后就吵了起来 还斥责猫妹妹 不要拿自己当炒作话题 一众网友看的也是云里雾里 靠大卫王人设走红全网 之后加入辛巴旗下 成了风头无两的带货一届 没想到 因为和辛巴交恶离开公司 选择出家修行 猫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网友将猫妹妹早期的照片 给扒了出来 从照片可以看出 和猫妹妹前后的反差很大 现在的是一种非常甜美可爱的类型 而照片中的她 虽然只有十几岁 但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 胸口有纹身 眼神相当犀利 还是帅气的短发造型 不少网友调侃 猫妹妹之前 就是妥妥的的大姐大 还有一些沙马特的味道 而猫妹妹和辛巴闹翻一事 在网上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两人闹掰之后 猫妹妹在微博上透露 自己在公司被当作机器人使唤 犯了小错 就被逼着下跪 签合同时 被几个保镖围着给予威慑 公司的回扣是打扫拿的 罪名却安在我的头上 公司没收手机 不让联系 不让报警 逼我认罪 逼我录视频 承认是自己干的 这些都让她 感到极度的压抑和痛苦 网友也是直呼震惊 她还含沙摄影地说 辛巴已经与雪大离婚了 不过辛巴的妈妈 亲自下场辟谣 这还不算什么 猫妹妹更是在直播间 爆料辛巴睡女徒弟 要知道 辛巴的徒弟 可就是蛋蛋和猫妹妹本人 网友直接将矛盾对准了蛋蛋 离开辛巴团队之后 两人经常在网上互撕 吃瓜网友也是看得津津有味 3月16日 猫妹妹宣布出家修行的消息 在网上又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 而这消息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 当时 猫妹妹直接晒出了 自己穿着道士服的照片 这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视频中她脸上化着淡妆 穿着一身青色的道服 倒也有几分出尘的味道 看起来颇有一丝女道士的意思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不少网友纷纷猜测 猫妹妹究竟是遭遇了什么 才会选择去当道士 网友猜测是因为感情问题 让猫妹妹备受打击 但也有网友不买账 认为猫妹妹的修行方式 似乎有些特别 她声称自己在学习烤地瓜 还在道观里做苦力 这一点也引起了 不少人的嘲讽和质疑 有网友调侃道 这是在修行 还是在开柴房 面对网友的质疑 她直接了当地说 她是道士 发现法衣下佩戴的奢华手镯 她说只是个人爱好 与修炼无关 他们认为猫妹妹此举 不过是借机炒作 还有网友讽刺说 猫妹妹连修行都在网上晒 和谈修行之心 不过究竟是炒作 还是真的心灰意冷 可能只有自己知道了 现在网络真真假假 有些事就是看着图格乐 不要太当真